新闻急速地,中国相关部门决定从8月1日起对家合者进行出口管制,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。 这两种金属在战略新兴产业中广泛应用,并且中国在储量和供应方面均占据全球领先地位。 专家认为,通过出口许可制度,可以明确这些金属的最终用户和用途,避免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风险。 此外,考虑到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背景,中国的出口管制可能意味着一种对等反制。 家合者是新兴战略关键矿产,并列入国家战略性矿产名录。 中国是两种金属的全球主要供应国,但在进口核心技术深加工产品方面存在困境,受到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影响。 关键矿产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战场。 国际上许多稀有关键金属都是中国供应给外国的。 中国对两种金属实施出口管制,可以视为一种对等反制。 也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而采取的措施。 此举也有法律依据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其他法规明确了出口管制的必要性。 本文描绘了一位在青藏线上跑短途的马撒海司机。 他因为经验丰富而被朋友称为老鼠。 他经常在那区附近运送大件物品,几乎没有时间回家。 尽管他像老鼠一样灵活,但他却十分爱干净,将脏衣服和洗干净的衣服分开叠放,并将路上吃的零食放在固定位置。 它是青藏线上一个特别的存在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